歡迎收看 健康美食 歡迎收看 HCM 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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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 因為在月已經來臨了 今天我和美琪 要給你介紹 在中國穆斯林美式的情況 沒錯 觀眾朋友 可能您還不知道 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 但是其中有十個民族裡面 卻是穆斯林教徒 而且穆斯林在中國 加大約1%到3%的人口比例 那總共人口達到了2400萬人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想更詳細了解 穆斯林在中國美式的情況 跟著我們鏡頭 一起來吧 清真食品在中國 已經有千余年的歷史 唐宋時期 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到來 也將穆斯林美食傳入中國 中國穆斯林美食 嚴格遵守伊斯蘭飲食規定 與清真標準 而牛羊肉成為料理的主要食材 縱觀中國文明進程 絲綢之路 跨越歷史時期之長 人文交流頻繁 伊斯蘭教也在中國蓬勃發展 這導致了回族成為中國分布 最廣的少數民族 主要僑居在寧夏的回族 和新疆的威武爾族 中國的多元文化是穆斯林菜餚 在不同地區擁有自己的風格和特點 現在讓我們來探索一些精彩的 穆斯林美食料理 觀眾朋友 這裡就是穆斯林的廚房了 我們現在馬上就要見這個穆斯林大廚 來跟我們介紹 穆斯林 中國穆斯林的菜餚 所以跟著我們盡頭 我們去詳細了解 中國穆斯林的菜餚有什麼特色 我們的大廚就在這裡 對 你好 四大廚 你好 四大廚 你好 四大廚 我們想了解中國穆斯林的菜餚 可以我們介紹一下 請您多多請教 可以 好 馬上跟我們的觀眾朋友看一下 舞彩家人 為什麼說是舞彩呢 這個就是比較顏色搭配 對 然後就是看著有口感 顏色對不對 對 舞彩顏色 又健康又好吃的木彩菜餚 好 馬上給我們點吃一下就好 馬上好 好 我們要做的第一道菜是無菜蝦仁 這道菜得名由於所啟用的五種主要菜料 就是黃瓜 胡蘿蔔 木耳 玉米和蝦仁 這道菜新鮮而清淡 醬料不多 至使用香油和生粉即可 成品的口感非常豐富 又脆又嫩又軟 整道菜的口味非常清爽 而顏色又非常奪目 對 觀眾朋友 你看 很快就做好了 我們的五彩家人 馬上就要滿足你的味蕾了 對 很好看又很健康 現在我們也可以帶大家看 這個五彩配料的健康功效 胡蘿蔔 可養肝明目 健皮 化動止咳 玉米含有膳食纖維 富含的天然維生素E 還有很多營養物質 黑木耳 含有大量的碳垂化合物 蛋白質 纖維素 鐵 鈣 磷 胡蘿蔔素 維生素B1 B2 和C 等有效的營養物質 黃瓜 富含蛋白質 鈣 磷 鐵 甲 胡蘿蔔素 維生素B2 C1 及醃酸等營養素 下中含有豐富的鐵 蛋白質 甲 點 鎂 磷等營養價值 我們隨後要做的菜就是綠色秋葵 首先把秋葵切去袋布 然後把它切成涼拌 隨後將鍋裡水燒開 放入一小勺鹽及低油 下秋葵焯燙四至五分鐘至顏色變綠 然後把焯好的秋葵撈出擺盤 之後我們把生薑和蒜末剁成末備用 在炒鍋裡放適量油 下薑酸末小火炒 醋香味以後加半勺高湯 小許鹽燒煮 最後一水澱粉炒餡即可關火 把燒好的千枝 澆在盤內的秋葵上整道菜就完成了 這樣比蘸薑方便而且更入味 觀眾朋友這個蒜汁秋葵已經做好了 你看那麼新鮮的秋葵 綠色綠蔥蔥的秋葵 那秋葵呢其實有很多的健康功效 馬上來大家看一下它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秋葵對身體健康的好處不少 經常食用可幫助消化增強體質保護肝臟 秋葵含有鐵、鈣及糖類等多種營養成分 有預防拼血的效果 它含有維生素A、B和胡蘿蔔素等 有益於視網膜健康、維護視力 下一道菜是雪花地瓜 主要的食材不多 只有地瓜、白糖和粉絲 先把地瓜切成四方形 將鍋預熱 然後下地瓜 炸成金黃色 撈出 有溫六成熱的時候 炸用糖把絲 在熱鍋裡下糖 攪拌到炸好的地瓜 融化、攪拌均勻 一直攪拌到鍋梁 再出鍋 最後 用手搓捏地瓜和粉絲在一起 地瓜富含甲、B胡蘿蔔素、液酸、維生素C和維生素B6 這五種成分都有助於預防心血管疾病 甲有助於人體細胞液體和電解質平衡 維持正常血壓和心臟功能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幹鍋土豆片 幹鍋土豆片是中國美食常見菜養 它的材料有土豆、豆瓣醬、蔥花、鹽、醬油、蒜和辣椒 首先切土豆成均勻片 在鍋裡放點水、水燒開以後 把土豆片進去燙一下 二十秒左右就可以了 鍋裡放油把土豆片涼麵煎黃備用 鍋裡加油燒熱後放酸片、豆瓣醬適量 還可以放點花椒粒朝香 把煎黃的土豆片倒進去翻均勻 撒上適量辣椒和土豆翻勻 然後轉乾鍋、撒蔥花、白芝麻即可 中文字幕志愿